前两天看到奎阳先生发了一个推 他说这个运动式的行政 牙役们无比抗亨 并且肆无忌惮 是今天才开始的吗 你只能说因为上海出现了问题 因为北京出现了问题 被更多的人曝光到网上 大家才关注他 之前没有吗 之前有 但是没有什么代表性 他的传播量不大 动到上海 动到北京 那么开始出现声音 大家可以理解 就如同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一样 每次都是先有事情发生 然后不太有人愿意相信 最终 你不得不信 因为他真的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头疼 回避不了 我们知道上海发生的事 在全球范围内 受到了关注 因为上海人已经被封了两个月 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不仅没有解封 而且还要加码 要入户去潇洒 他们喷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用呢 没有人知道 是吧 但不意味着 他们不这样去干 这些灯堂入室的大牌 终其一生 可能都买不起这么昂贵的房子 但不意味着 他们不能把你心爱的东西 往死里扔 可敬的扔 他从来就没有拥有过 他甚至都没有奢望过 但是他今天不能拥有它 他可以招见 你会感觉到心痛 但是你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要对我的书籍 对我收藏的这些东西 进行毁灭性的潇洒 我会跳楼 那你跳呗 又不是第一个人跳 对不对 用消极的方式来对待 政府的措施 大家注意回望一下 有多少人 他还在乎多你一个吗 这种威胁 非常没有价值 所以在这一刻 很多人 想起了夏俊峰 想起了杨家 当他们能做到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太冲动 今天是不是认为 这些冲动的人 太少了呀 我们一直在书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大家接受了 来自西方的观点 最起码对个人权益 知道应该看重他 应该去注重他 那么风能静 雨能静 国王不能静 这句话可以说 读过两天书的人 都听说过 其实要再往深一点书 来自罗马希腊的 这些流传于世的文稿 都在告诉你 即便一个人犯了罪 他的财产 不会被没收 因为什么 因为私人财产 在今天大多数法治国家里 私人财产是不可侵犯的 在中国 我们甚至讨论过 把私有质 私有财产 权力 要明确化 但是很遗憾 这种观点 维持的时间不长 到了西方上台以后 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明确地站出来说 不要拿法律 当次修补 他认为 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们 执法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可以践踏一切法律 说句笑话 立法者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随时可以修改法律 那么执行者呢 干脏活的往往都是 社会的底层 他们从来 就有一股 隐藏在心底的想法 归了 到最后就两个字 仇富 时代没有赋予他们 靠勤劳 发家致富的 这种可能 其实我们也知道 劳动也好 勤劳也好 不一定能创造财富 财富最大的来源是什么 是交易 在中国社会中 最容易来钱的 是权钱交易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爹 没有一个好的亲属 没有进水楼台的机会 那你可以指望 你有一个好的妈妈 好的姐姐 甚至 漂亮的女儿 如果你啥都没有 你还可以指望 你去找一个老 如果这些都没有了 那你就指望 第二两老个 把你生得漂亮一点 你能把自己 嫁入豪门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 刘亚洲王岐山一样 作为一个麦豆浆的 也能挤身豪门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你都没有 那你也可以 邪奸惨效 给别人当小二子 或者叫狗腿的 这个在中国人眼中 这个更容易形象化 如果你这些东西都 做不到 没有条件 那么今天机会来了 你可以无限忠于 习胖的政策 做他坚决的执行者 今天 上门去处置民众的 不就是这类人吗 他们在原先的社会中 他们的社会等级 是最低的 无论是一个普通的警察 辅警 还是所谓的志愿者 他们原先有存在感吗 建了今天 他们堵着门 去砸门 敲门 上门消杀 去把你家祸害的 一塌糊涂的这些 所谓的中产阶级 人上人 他们一般都是绕着走 别说他 连他的领导 都不一定能得罪得起你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他们有上方保健 连他们自己的领导 都迷迷旁旁的 更多的人 宁愿守不战血 不到一线 而到一线的这些人 他的素质几乎你不用考量 约等于没有吧 但就是这类人 他今天占据了话语权 他正过来说 反过来说 都有力 他想做什么 他都能找到 上级政策的支持 无论你理解 还是不理解 他都会执行 你让他枪口抬高一出 凭什么呀 过去的三四十年 在中国双轨制的过程中 你们通过 各式各样的方法 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 今天能把你们 打翻在地 蔑视你们 践踏你们 可以说完全舒展了他 长这么大 所受到的压抑 他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 哪怕是片刻的权利吗 人性的问题就在这 他们原先想做 而又不敢做 今天有了机会 他绝不会饶了 放过你就意味着 他很难让自己特别开心 即便是今后 这个政策结束了 如果有 另外的因素 导致新的政策出现 这些所谓的志愿者 即便把大白脱了 他们的做派 也会跟今天一样 而且你要知道 这么爽的事 只要开了个头 你还认为 他能轻易的停下来吗 经常有人跟我说 疫情结束以后 那么在中国 什么时候结束 是你说了算吗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的说 不支持中国的清零 认为这种做法是无效的 也就意味着 宣布大流行的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中国今天正在上海 做的事 无异于 控制疫情 那他要控制的是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他已经不再是医学问题了 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就是个运动 而这一类的运动 一旦开始 就不会停歇 祝大家好运吧 保重